明天要買抽濕機 明天這麼濕 都要買抽濕機 但選哪一部好呢 有個幫助你 嚇到我 我想選抽濕機 但選哪一部好呢 最主要分三大種類 第一是阿叔式 第二是二石式 第三是混合式 其實在市場上 混合式和二石式比較少選擇 阿叔式比較多選擇 香港潮濕溫度是二十至二十七度 所以阿叔式比較適合 耗電量低 抽濕範圍比較廣 購買選擇比較多 阿叔式的缺點 低溫時不能操作 不過香港濕度的環境 通常溫度低不會潮濕 首先檢查電線 入風或沉網位 看看有沒有骯髒 還有抽濕機 最好是用過獨立炒豆來使用 用了兩年以上的抽濕機 我們都建議找一些專業的人士 去抹油 他的機器就會再耐用一點 最主要是看你家製喘 環境間隔 還有你居住的環境 例如背山 看到河野營河的 比較適合大的抽濕機 如果你是最市區 那方面 可以選購小 我有同時住在張冠澳 他需要用到三部抽濕機 才解決到潮濕問題 其實是否有需要用到兩部或以上的抽濕機 還是一部抽力較強的就可以了 其實最主要一部強力的抽濕機 已經足夠了 當然 如果你想要效果好一點 你也可以買兩至三部 小的抽濕機的容量 放在不同的地方 這樣也可以 最主要是放在中間的位置 不過香港的寸金尺度 很少有機會放到中間 我們建議不要放在這麼近的場邊 因為你要預算散熱位 和出風位置 效果就會好一點 睡覺時使用抽濕機 如果放在太近床邊 又會不會對人體有影響 會有一點影響 因為如果你放在這麼近 人體在旁邊 有機會你的身體水分流失 和會影響皮膚 我們也建議 如果真的放在房間 盡量離遠一點 效果就會好一點 在一日常生活當中 其實什麼情況 開始需要使用抽濕機 其實沒所謂 一年四季都可以開 通常由60%的濕度 60%以上 開抽濕機的效果就好一點 有資料顯示 抽濕機一天最多只可以開8小時 開太多的話會比較容易損壞 又是不是真的呢 其實我們建議 都是用8至10小時 如果多了10小時以上 長時間運作 都會有損耗 房間經常問 我買過抽濕機 是幾合一的 其實會不會抽濕的功效 是弱了的 其實是不會的 不少人都會用抽濕機來乾衣 其實怎樣擺放才是最有效抽得乾衣物的呢 如果你是乾衣物 當然是將乾衣機 靠近自浪衣物的位置 當然要留意的 你的衣服就不要吃水 那部機就很快就有喪口了 抽濕機抽完剩下的水 又可不可以重用 用來淋花拖地的呢 其實是不行的 其實抽出來的水 已經是擺放了一段長時間 有機會導致細菌的積存 我們不建議使用 怎樣為之正確清潔抽濕機 以及多久要清潔一次呢 其實最主要是定期清洗隔層網 我們都建議一至兩個星期清洗 可以清洗出風的位置 掃一些塵 效果就會更好 抽濕機的壽命就會更長 用冷氣機來代替抽濕機 其實可以不可以的 其實是可以的 不過冷氣機 它有些叫做獨立抽濕功能 就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不過冷氣機電費 一定貴很多 因為它用電會比抽濕機 冷氣機是固定了一個位置 如果以這些抽濕機 你可以周圍移動 周圍移動就方便很多 最後給大家一個小貼士 抽濕機一般壽命大約5至7年 所以定期的保養和維修都很重要 設計使用殘舊和損壞的抽濕機 而且如果家裡沒有人在 最好就不要用了 注意以上各點 就用得安心了 馬上 バイバ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